几年前,我在巴西担任区域七十元时, 我和家人去佛罗安纳玻里这个美丽的城市度假。 到了星期天,我们像平常一样去距离最近的一座后期圣徒教堂聚会。 在我和那人以我们的长女参加的那堂主日学课程中, 他们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对福音的个人见证。 课程中,教师请班员分享在培养对教会的见证时, 曾有过的一些特别有利的经验或者是属灵的经验。 就在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故事时, 我回想自己归信的经历,想找些东西来分享。 但是,我却怎么样也想不出自己获得见证的过程中有什么非比寻常的事。 就在我一边思考,一边聆听其他人的经验时, 我意识到那位教师正期待着我的参与。 他一边听着其他班员的话, 一边也让我知道他正在等着我分享一些非凡的经验。 毕竟,我那时是区域七十元,应该有些深刻的经验可供分享才对。 意识到时间正在流逝,而他还在等我说话, 我更努力地想找出一些足以称得上是特别有利的事, 却怎么样我都想不起来, 以至于我就让那位教师十分失望, 虽然我很想帮忙, 却无法达到他的期望。 所幸,那天正好是进食主日, 于是,我在圣餐聚会当中, 找到了机会向会众, 特别是向那位姐妹, 以及她的主日学班员表达了我的见证。 当时,我分享的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经验, 只是我对复兴福音的真理所拥有的一个真诚的见证。 有时候,我们会以为, 要对这个教会有见证, 就必须经历一些伟大、有利的经验, 或是某件能够消除一切疑惑的遭遇, 来获得答案,获得到证实。 陪到潘会长教导, 依照经文所述, 圣灵的声音既不刺耳,也不响亮, 那既不是雷鸣的声音, 也不是很大的喧闹声, 而是一种十分柔和微小的声音, 好像是耳语, 并且能渗透人的灵魂, 使人心燃烧。 记住, 以利亚也发现到主的声音, 并不在风中, 不在地震中, 也不在火中, 反而是一种微小的声音。 陪到潘会长继续说, 圣灵并不会大声喊叫, 也不会用手使劲地摇汗我们, 来吸引我们注意, 而是以耳语的方式, 他的倾处如此柔和, 若我们不专心, 就可能完全无法注意到。 偶尔他也会稍加催促, 以引起我们的注意, 但大多数时候, 如果我们不留意那温和的感觉, 圣灵就会隐退, 只等到我们愿意寻求并聆听, 并且在态度和言辞上, 均像古代萨姆尔那样说, 主啊,请说, 仆人敬听。 拥有非凡的经验, 并不能保证我们的见证就会坚定。 拉曼和雷米尔就是很好的例子, 他们曾蒙得天使的造访。 即便如此, 几乎是在片刻之后, 他们就又开始质疑主的旨意了。 我们也可以在这后期时代, 某些杰出的领袖身上学到同样的原则, 他们虽然曾在福音复兴的早期, 蒙得高天的教导, 却仍然无法坚定地持守到底。 这些经验显示出, 有时候从那微小的声音获得的证实, 反而比天使亲自来访, 更能巩固我们的见证。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, 在巴西阿雷格港市从两位传教士姐妹那里认识到这个教会的时候, 我总是希望能够透过某种非比寻常, 无可置疑的方式来获得祈祷的答案, 我却从没如愿过,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足够的信念来加入复兴的教会。 阿尔玛在教导这项滋养见证的过程时, 说,但是看啊, 如果与你们愿意唤醒和激发你们的心力, 直到你们愿意拿我的话做个试验, 并运用些微的信心, 对我自己来讲, 就是身为一个木道友, 如果用这个信心让你们在心中发生作用, 直到你们相信到能让出些地方给我的话。 从我做教会的木道友开始, 后来成为传教士, 乃至后来成为父亲及领袖, 多年累积所累积下来的许多经验及感受, 虽然大多微小, 却让我毫不怀疑地知道, 那种子是好种子。 阿尔玛继续教导见证, 他说, 现在我们要将神的话比喻成种子, 如果你们让出些地方, 使种子能种在你们的心中, 看啊, 如果那是一粒真正的种子, 或一粒好种子, 如果你们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去, 而抵挡了主的灵, 看啊, 种子必开始在你们的心中膨胀, 你们感受到这些膨胀运动时, 就会开始在心里说, 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, 或是良好的话, 因为它开始扩大我的灵魂, 是的, 它开始启发我的悟性, 是的, 它开始使我快乐, 因此, 对某些人而言, 见证可能是来自无可质疑的单一事件, 但是对其他人而言, 见证却可能是一连串经验的过程, 或者其中并没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, 但这些经验总会起来之后, 却能毫无疑问地见证我们所学到, 所遵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 今天, 在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多年之后, 许多曾经塑造我的见证的经验, 我或许大多不记得了, 但是那一切经验都曾留下了痕迹, 也巩固了我对这复兴教会的见证, 所以今天, 我能十分肯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。 我要结束我的见证, 我做这见证不单是为了当年教导主日学课程的那位姐妹, 也是为了你们所有的人。 我知道我们的天父活着, 我知道他爱我们, 我们是他的孩子, 他垂听着我们的祈祷。 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, 他曾死去又复活了, 并且救赎了我们的罪, 他的赎罪造福了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 我见证, 耶稣基督的教会, 已在这后期时代, 有约瑟斯密先知复兴了, 他是神的先知, 我知道今天有一位活着的先知, 多玛孟孙会长在带领着我们, 我知道他是我们这时代的先知, 就像摩西、亚伯拉罕和伊赛亚在他们那时代的先知一样。 摩尔门经和圣经一样是神的话, 也是救主的另一部约书。 我知道圣职的全能已经复兴, 也祝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圣徒。 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阿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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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。